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慢慢就会找到感觉 这个词你不需要再挨个试着去组了 通过我们上节课这种主词法 你直接就能够发现 就是游玩 旅游的意思 对吧 父亲母亲活着的时候 不能去远方游走 游玩 请问为什么 为什么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 不能去远处 父母在不远游的意思就是 古代那个时候交通 有我们现在发达吗 现在你说家里面有一个亲人 有一点点生病了 我坐个动车 我开着车 或者坐飞机马上回去了 古代一旦你要走远了 父母一旦生病怎么办 谁照顾 这是其一 其二 那个时候你出去了 现在我们经常可以和远方的亲人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 现在没有 那个时候有吗 没有 没有 于是父母在不与挽游 孔子没说不有 是不与挽游 游 必有方 这四个字通过主词法 这四个字最适合主词法 特别适用 来来来动起来动起来 游什么意思 游玩旅游 必什么意思 必须一定 有什么意思 方什么意思 方法 方法 可能是方法吗 方向 旅游必须有方法 方向 方向 为什么必须有方向 游必有方式 你去旅游 一定要有一个方位 方向 让父母知道你在哪 一旦家里有事 好能找到你 这就是笑 那么我问一个问题 知道父亲和母亲年龄的举手 就知道 我知道我爸爸妈妈多大年龄 知道的举手 好 没举手就不知道 对吧 知道父亲母亲生日的举手 孔子讲 子曰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 一则以聚 何为父母之年 父母是什么意思 爸爸妈妈的年龄 是什么意思 祖辞 年龄 爸爸妈妈的年龄 不可不知 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知道 为什么 一则以喜 喜是什么意思 喜欢 再祖辞 高兴 为什么高兴 爸爸妈妈过生日了 一则以聚 什么意思 恐惧 害怕 因为随着时间慢慢的就这样走过 父亲母亲的年龄会怎么样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往后走 身体越来越不好 所以古人讲 父母的年龄必须知道 一个是喜 一个是聚 给大家看一则视频 认真看啊 这则视频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一个广告 公益广告 就是不含任何的推销任何产品 这样的目的 紧接着我们看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 我来慢慢给大家讲 看 你陪陪妈 其他的事情让我们处理 你陪陪爸 故事是这样的 这里病床上躺着一个老人 看到了吧 这个是他的儿子 所以刚才那个人说 你陪陪妈 而这个人 这个小孩是他的儿子 也就是躺着的是他的奶奶 而他说你陪陪你爸 也就是他陪着他的妈妈 他陪着他的爸爸 所以这就是笑 什么是笑 很多人认为说 比如说在我们现代社会 有些人说 我会定期去给我的爸爸妈妈买东西 我会定期去给我的爸爸妈妈去送钱 这就是笑 比如说就像有的时候父亲节 母亲节 有的学生去给妈妈买礼物 咱很多钱买礼物 什么是笑 孔子会告诉你 笑 不在乎是这些 而是 紫游问笑 紫游就问他的老师说 什么是笑 紫游 金之笑者 现在什么是笑啊 是未能养 也就是在人们的定义里 什么是笑 养 我赡养老人 我给你钱 我来养着你 于是老人到了这儿 就像现在社会有些人 哎呦 老人这个 这个也不养 那个也不养 然后又给什么 有的又给 哎呦 没人管啊 孔子就说 你就及时你去养你的父母了 至于犬马 什么是犬 犬是什么东西 狗 什么是马 就是马 说狗和马皆能有养 人们也能养狗 也能养马 然后你现在说 我对的什么是笑 笑就是能养 我养你 就是我孝顺你 那狗你也能养了 不敬 何以别乎 如果你不在内心中 真正的尊敬你的父母 那和养狗养猫 有什么区别 还是养狗养马 有区别吗 没有 没有 这就是什么呀 笑 所以说孔子给我们讲 什么是笑 从哪是笑 从哪来的笑 从这儿 这就是孔子的 笑 中国有一个习俗 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 就是家里面老人去世以后 要守孝三年 现在人已经把这守孝三年 完全给改了 就是基本是不放鞭炮 不贴对联就完事了 那为什么 古代人怎么守孝三年 守孝三年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做多大的官 哪怕是宰相 你也马上要辞去你的官 三年之内 就在自己的父母的坟前 盖一座茅草屋 然后粗茶淡饭 不吃肉 不喝酒 终日思念自己的父母 来回馈自己 父母对自己的那份恩 这个才是古人奖的 守孝三年 那请问 为什么要挑了三这个数 对 为什么要三年 不是五年 不是两年 不是一年 三岁时候会走路 三岁之前呢 不会走路 谁抱着你 谁扶着你 所以孔子说 我三岁的时候 迈出了我第一步 我以后 我的人生开始走路了 那三岁之前 我的父母一步不离的离 寸步不离 那请问 我是不是要用三年的时间 回馈给自己的父母 这就是孝 那么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人 他叫阮吉 阮吉是魏晋南北朝 特别有名的一个名士 阮吉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阮吉有一天 在跟他的朋友喝酒 拿起酒杯喝酒 正饮酒的时候 来了一个人告诉他 你妈妈去世了 如果一般人听到这个消息 会什么感觉 酒杯啪的就摔倒 回家是不是这样的 阮吉手颤了一下 来 继续喝酒 回到家以后 这个时候要有各种的丧礼 很多朋友来 看望阮吉安慰他 于是就看到阮吉在他的院子后面 大口喝酒 大块石肉在那 所有人都在说阮吉孝顺吗 不孝 可是当阮吉的妈妈 马上就要入土为安 马上就要埋进去的那一瞬间 阮吉吐血 狂喷不止 倒地昏迷数日 紧接着 没有三年这一说 每一年只要到了他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阮吉都会痛哭流涕 这是一种人 他没有什么三年 他没有按照 就是我就按照这个规矩去做 这是一种人 第二种人 第二个人呢 这个人呢 他是孙中山的儿子 他曾经在台湾选举总统的时候 他做了这样一件事 他向全 他们相当于他向全省台湾省 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 我很笑 我在我父亲的坟旁边 我盖茅草屋 我恢复古质 我守校三年 在当时笑 人们就觉得真的很孝顺啊 于是他当时竞选副总统的时候 那票数呜往上走 后来被人披露出来了 他这三年在这个旁边 他不是盖了个茅草屋 就是盖了个普通的那种 看似很普通的房子 里面装修的极为豪华 在里面喝酒打牌跳舞 于是人们不能容忍 好 我们来看啊 你们觉得他们的 刚才讲的这两个人 哪个人笑 是都不笑 还是说第一个人笑 第二个笑 在房间盖个屋子 然后在那喝酒 答案就是 第一个人 比如说有些人 他做到了 我三年什么也不做 就是规矩是这样的吗 可是这三年 他从来都不想他的爸妈妈吗 那叫笑吗 不叫 软疾是什么 我不在乎你这些东西 我对我妈妈的感情将存在 直到我死的那一瞬间 所以他实在是他的那种悲痛的心情 最后在他妈妈要埋葬的时候 无法承受吐血 所以笑 是要从真正内心的笑 就像你说我给爸爸妈妈垂背 我给爸爸妈妈拿鞋 我帮爸爸妈妈干家务 如果你是从内心中真正的 就是我真的想替爸爸妈妈分担这件事 此为笑 如果你是说 哎呀 今天是不是做这些活儿 少写作业啊 或者跟妈妈有什么约定啊 那就那些活动就不叫笑 现在明白什么叫笑了吧 好 那么我们用论语 我们要说一下了 昨天讲了好学 今天讲了笑 也讲了人 讲了理 那孔子得告诉我们呀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孔子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要做三件事 而这三件事 你如果现在的你 能够做到这件事 你就是一个特别棒的学生 有人说我们讲这些理 讲这些人 讲这些笑 是我们长大以后都会遇得到 都会要用上的 说现在讲什么 守校三年 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很远 但孔子就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孩子是最棒的呢 第一个 学而实习之 第二个 有朋友自远方来 第三个方面 人不知而不运 这里的运是生气的意思 就是别人不知道 你也不会生气 总结起来就是三点 什么样的孩子是一个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非常优秀 全面发展的呢 就是 学而实习之的意思就是 热爱学习 第二点 热情友善 第三点 宽容待人 这个是最适合我们现在的 做到这三点 你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人了 想一想 不用说啊 不用说 我没做到 这三点你做到了吗 特别热爱学习 第二个 热情友善 任何人来到你这 能特别热情的和他玩啊 然后跟他交朋友 宽容待人 别人稍微碰了你一下 我就会 哎呀算了 怎么怎么样 还是跟他斤斤计较呢 想一想 就是这三点 做到了吗 好 那么我们下面啊 接着来 儒家的论语就讲完了 我们来看儒家文化的发源 大家把笔记横过来 哎 大家看 横过来以后 我们是不是副版书就跑上面来了 对不对 那上面是不是就相当于横着有一条啊 我要带大家简单的画个图 画一个图是最方便你记忆的 你就知道儒家文化是怎么两千多年传下来的 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吧 好 这是不是副版书 我准备这么画 你看明白了吗 就是我准备这么画 带你把儒家文化一直捋顺到现在 从他开始到现在 来看到了啊 那请问 孔子是不是从春秋时期开始有的儒家文化 所以在这个点下面你写上春秋 好春秋 那么孔子的思想能够传承下来呢 很大一部分还要感谢他的那些弟子们 他的弟子把他的思想完整的传承下来 并且还有了延伸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温故而知心 也就是他的弟子不停的在把孔子的思想进行怎么样 传承温故 所以春秋之后 著名的儒家的另一本书 像大学中庸 在这写上大学 往上一点写 往上面写 你这样的话 两个字就不会连着写 大学 好 那下面一个就是 孔子之后 又出现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我们往往说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 孔是谁 孟是谁 孟子 子是什么意思来着 老师 老师 尊称 对不对 那么 据孔子之后 又出现一个儒家的代表人物 就是在战国时期 孟子 写完同学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男同学想 尤其男同学 别让女同学把这答案抢走 男同学 男同学往往喜欢跟妈妈说 妈妈 你出去吧 我一个人在家 我是 什么 然后拍着胸脯说 我是什么 然后后面还接一个 男子汉 是不是 往往爱说男子汉大丈夫 那我问个问题 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 孟子讲 何为男子汉大丈夫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富贵不能移的 银的银的意思就是转移 什么叫转移 说男子汉大丈夫 我这辈子要做什么 我的志向是什么 坚决不能变 你给我荣华富贵 你就给我放 这么多的黄金 不管用 现在我 比如说你 你坚定你的理想了 我啪 在这给你放 罗这么高的黄金 你变不变 不变 确定吗 第二个 贫贱不能移 说我有一天 一贫如洗 一分钱没有了 我的志向变吗 不变 第三个 威武不能驱 好 我现在让你一贫如洗 我又给你钱都不管 又我驱打你 我啪啪打你 好 改不改 不改 不改 威武不能驱 这就叫什么 六个字 这是孟子 那么儒家 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低谷 秦国推崇的是法家 所以说儒家在这儿遭到了打击 焚书坑儒 一些儒家经典给烧了 一些儒生给杀了 所以你看往下走 我们应该非常庆幸一件事 就是秦国的时间特别短 秦国就短短的那么一段时间 所以说对中国的 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产生主要的影响 试想一下秦国推崇的那种法家思想 如果延续个几百年 也许现在中国人的性格思想 就是那种好斗 暴力那一种 而前后 就是到了汉 这是一个对儒家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汉朝 汉武帝做了一件什么事 霸触百家 独尊儒术 那个百家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刚才讲了一个 百家争 百家争名 想起来了吗 百家争名 全都被 对于汉武帝来讲 我都不要 什么道啊 阴阳啊 兵家都不要 我只独尊 我只推崇哪个学派 儒 独尊儒术 从汉朝开始起 儒家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精神 我们我们叫汉族人 对不对 不是少数民族都叫汉族 我们写的字叫什么字 汉字 都是从汉朝开始的 那是中华民族中国人精神养成的最重要的时期 就是汉朝 紧接着到了隋唐 隋朝和唐朝 隋唐 从隋唐开始起 就开始有考试了 原来的当官啊 都是氏族的传承 都笼罩在那些非常著名的 就是有势力的那些人家里面 隋唐 隋唐开始有了一种考试 这个从你们马上就会不停的接触到这个考试 就会 就是讲到很多文化史的时候 都会提到这个叫做科举考试 而科举考试最主要的就是考察儒家经典的理解 还有背诵 唐朝就以科举来选拔人才 以儒家文化选拔人才 于是唐朝就达到了世界的 那个时候中国的一个巅峰 世界的最强的国家 紧接着 到了宋代 你看 这有孔子 这有孟子 宋代出现了一个 朱熹 朱元璋都自称为 朱熹是我的祖先 而朱熹当时被人称为朱圣人 好 紧接着到了明朝 明朝推崇朱圣人 因为朱元璋姓什么 朱 朱熹姓什么 朱 而朱元璋就觉得 因为古代的皇帝都要找一个 跟自己同姓的 说明我的出身很高贵 比如说唐朝的皇帝姓李 于是李渊在建唐朝的时候 他就要找姓李的有名的 姓李的有名的 这里是我的祖先 所以我能当皇帝 找了半天 找了一个 这不用写 这是给你们拓展一下 唐朝的皇帝找了一个叫李尔的 他就是道家 还有道教的创始人老子 他叫李尔 就皇帝都这样 于是 看清楚 到了明朝的时候 四书五经 已经成为考试的唯一教科书 就是我考试就考什么 你对论语中庸孟子 诗经这些古代的著作 以儒家为核心的理解和背诵 所以这是到了明 到了清朝 清朝的统治者 依然还是尊重儒家文化 但是近代中国有一段历史 我们高年级的时候才会讲 从五四运动 包括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儒家的地位是很低的 你这就写个五四运动就行 但是 现在的儒家怎么样 推崇吧 推崇 各地都有孔子学院 孔子什么孔子雕像 儒家思想在现在 已经走向了世界 重新被中国人认识到它的重要 而现在很多人 我们总是说什么素质差呀 什么这个那个呀 其实就是儒家思想在慢慢的流失掉 于是我们要重拾儒家思想 连续两天 我们学了这么多的儒家思想的文化 孔子的生平 论语的句子 下面我送给大家最后一段 是我挑选的儒家思想里 特别适合于你们用的 就是这段话 这段话我不重点讲 我会告诉你什么意思 古之欲明 明德于天下者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至其知 是大学里面的 你们笔记上 应该有大学两字了吧 什么意思 说每个人 我们都有一个远大的抱负 有人说了 我要平定天下 怎么平定天下 说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故事 听着啊 听着 先不用写 听过 说这个人的屋子脏 脏到什么程度 像猪窝 然后呢 也不收拾 有人就问他 说你怎么不收拾屋啊 他说 这点小事 能是我去做吗 我要干嘛 我要平定天下呀 我要治理天下 我还能去收拾我的屋子 然后就有人告诉他了 你 还想去治理天下 说了一句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你连屋子你都收拾不了 你还跟我说 你去治理天下 居实 儒家思想告诉我们 要想做大事 你得从小事做起 看清楚 先 欲 想要治你的 欲 想要平定天下 你得先治理好你的国家 想要治理好你的国家 你得先管好你的家 你连家你都照顾不好 你的家还什么妻子啊 什么和妈妈还打仗呢 你还要管国家 欲其其家者先修其身 想管好你的家 先要让你自身的修养提上去 想提高你自身的修养 先要摆正你的心态 想摆正你的心态 先让你的意志变得诚恳 最后先想让你的意志变得诚恳 先去学习 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句话 叫做修身其家治国 平天下 想平天下先治你的国家 想治你的国家先管好你的家 想管好你的家 先把你自身修养好 我再给你们在前面加两个字 修身前先做一件事 学习 就是这样 有小事慢慢慢慢越做越大 不要小瞧小事 有的同学就是这样 瞧不起一些小事 哎呦要做就做大的 志向宏伟 不用别的 就拿我们说学习语文来说吧 有多少个同学在我判卷的时候 最后全都是跌倒在一个方面 叫做错别字 我要写长篇大论 我要做各备各种古诗词 连字还没写好 错别字刷扣一对 所以记住 从小做起 先学习 再修身 然后齐家 然后治国 然后平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